我想我可以装住风中飘色的花 不介意坠入水星 我成为幽黄 成为飞苗盛夏 我成为昆仲夏 里一边雪花 我孤单 青梅子黄霞灵星 为雨过河夜翻柳长影 手腕儿挤一条五彩山 摘进琵琶一束惊讶 萤火虫是人间的星星 要不申请送桃花烛影 周深20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杭州站官宣家场 原先的8月24日杭州演唱会一开票就秒庆 很多歌迷都没抢到票 周深演唱会实在太火爆了 2日工作室终于官宣会在8月23日加场 8月23日至24日连开两场 上次没抢到票的歌迷有福了 来得很幸福 一切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8月6日也就是星期二 20点开票 赶紧先约好 据悉重庆家场也已经在路上了 申请时间是10月19日至20日两天 在重庆奥体中心 但目前还没有确切依据 大家等官宣 8月2日周深在北京录制央视汽车之家818晚会 演唱歌曲是《璀璨冒险人》 是小编最喜欢的歌曲之一 正能量歌曲好听励志 因为保密规定不方便透露太多 大家记得818关注一下哦 还有一个好消息 周深常驻的新晋音宗音乐原界化 终于要官宣了 节目组发布将在8月6日举行发布会 并有许愿点歌台活动 另外周深昨日就坐飞机赶往了成都 准备参加4日的第3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好玩的是周深机场出发时还偶遇扬迪 两人都在一起说说笑笑现场好欢乐 接下来周深好像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次日百花奖结束 就要马上从四川赶到北京参加5日天猫精灵发布会 然后立刻赶往南京参加6日和7日的总役录制 8号可能可以休息一下 紧接着就是9号南京演唱会的彩排 10日11日连唱两天 然后在13日又要去澳门参加14日 音宗音乐员计划的录制 这行程7月26日开始 武汉青岛澳门北京四川 四川再回北京到南京 再到澳门妥妥的空舟飞人 周深京剧都要跟我比太过分了 脸色的颜色来看到啊 哇 复马与其调端杀上邪妥 轻香脸藏三十二岁转过当场 复马老的情绪忘了 恶莎恶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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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 照着床杀戟辨死两心 上彩排阶anders 感冒了还不放过我 周深 我以为只是我会唱 他又会唱 回来 你给抢了 你到底要听多少歌 周深 你回来 金句都要跟我比 太过分了 回来回来 我气死了 你还唱到那么完整 太厉害 今早起来什么景色 书一个由头 什么花香 来来 介绍东西了 哇塞 气死我了 真的火火气炸 又有答案 周深又有答案 周深 你是真的很喜欢大声密谋 你这个年纪可能没看过 有一部李连杰演的《少林四》 我这个年纪是他 荣花是对的 是那个 啊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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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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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几五一 明显啊 周深提醒过于明显 太过分了 那啊 你都已经完全贴近李古一老师 在春晚上的那种声音了 还以为你悄悄悄悄的吗 不管不顾的 我们在这喊他 周深 周深 那啊 啊 这 这种提醒过不过分 你不管吗 他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证明了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和价值 QQ音乐官微在二日发布 恭喜周深新专辑《反身代词》 荣登QQ音乐畅销专辑周榜逃不晚 获得31期畅销周榜冠军 认证等级为史诗唱片 而在年畅销榜上稳局第一 从抚慰人心的治愈之声 到大气磅礴的时代之声 周深让门见证你未来的高度 没有背景的人 想要在唱歌艺术道路上闯出一席之地很难 而周深凭着自己的唱歌实力 谦逊低调的人品以及不服输的精神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最终得到了各年年段各阶层人士的喜爱 他的声音空灵能带给人心灵上的抚慰 他的歌词充满力量 能让我们的精神充满朝气 他的旋律优美总能带我们沉浸在音乐的世界 2024周深南京演唱会 让我们一起相聚现场不见不散 对所有的快乐 说 对所有的快乐 说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每一天都精彩 让幸福的花为你 听美妙的音乐为你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永远 祝你幸福永远 幸福永远 对所有的烦恼说 对所有的快乐说 嗨嗨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每一天都 起床 老闆店 幸福的我为你 是你 听美妙的音乐为你 刚才 亲爱的亲爱的生日快乐 说说你幸福永远 幸福永远 老闆 我觉得我今天我都不用喝水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刚才舞蹈老师在 然后一直把他们汗和水都听到 好贴心的服务啊 悄悄无人听懂 午安的朋友们你们好吗 刚才第一部分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可能古风啊 或者是比较缥缈的周深 有没有人是因为那样的周深认识我的 我们后面的朋友 有是因为那样的风味的歌是我的吗 有 那刚才我演唱的这两首歌 是我的新专辑 叫做 好开心啊 我出新专辑还是有人在听 谢谢你 谢谢你 这张专辑一共有十二首歌 相当于是我化身成了两百年后的 十二个不同的角色 然后去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两百年后的世界 可能科技会变得非常发达 但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情绪还是依然留在大家的心中 有快乐的 有不开心的 那到底都会发生些什么呢 希望大家去听一下这张专辑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这首歌 是非常开心的一首歌 也是非常浪漫的一首歌 而且特别适合今天就是 应该算是生米的十九岁生日的时候给大家唱 有没有朋友就是刚来的时候他说 哎为什么感觉像是过生日一样呢 因为十年前一个歌手就生 算是被大家听见了 然后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 就是叫自己叫生米 那我们就定义 7月25号是生米的生日好不好 好 谢谢谢谢 那大家对我的温暖和支持我都感受到了 就像我风一样 无论我怎么转身 你们都在 谢谢 看他的朋友们 嗨